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一个人口超大的国家 这使得这个水利本就不富裕的国家就更加缺少水资源了 让人们喝上一口水成了当地政府需要解决的头等要事 不过今日小编却听闻印度打算效仿中国 在他们国家也搞一个南水北调工程 其实这本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毕竟南水北调确实造福了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们 但有意思的是 印度所谓的南水北调工程打算连接37条河流 其中一条是位于与我国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北路的雅鲁藏布江 说白了 这是计划将我们中国的水调到他们印度去 这个做法恐怕是非常不合适了 不仅如此 印方还计划从孟加拉国两条重要取水河流 节流20%的水 这也将危及到孟加拉国近亿人的生存问题 因此引发多方国际水域争端 而且如今印度版的南水北调工程有越来越多方面的阻力了 有关人士表明如果印度真的打算连接起37条河流 那么就必须建造上百座大型水库 而这将直接导致上百万民众被迫搬迁 小伙伴们 你们对于印度建南水北调这一工程有何看法呢 说说你的想法吧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